MING PAO TORONTO X的觀眾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跟大家介紹京東開箱 話說之前,我朋友想買一個藍牙喇叭 誰知機緣巧合之下,我是賣錯了 所以現在家裡有很多東西 我有想過是否直接賣了還是怎樣 但我以這個性格,無論如何開箱 再便宜點賣給別人,好像比較划算 所以這次會介紹這件東西 等我拆了包裝才有跟大家說 這件東西我是在6月之前賣的 但這件東西已經免運費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近期的活動有關 因為6月18日是京東的生日 即是創立日 所以6月18日為何會有推廣呢 歸咎於是因為京東... 因為京東是生日的關係 所以才有優惠 對家亦有做同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一起分享 阿屯三姐,你看看她的兒子 多像我 所以這個時間,到20日 都會有免運費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營店的關係 官方的關係是免運費 所以... 可能大家要研究研究 因為我只是剛剛才開始使用 如果不是我Fair想買藍牙喇叭的話 應該我一輩子都不會用京東的 我真的很想說京東 但這件產品大概是7KG重的 免運費的 如果有看到我早幾天在Facebook的新 大概都知道 在另一家對家那邊 如果是用官方的雜貨 價錢都挺貴的 我沒記錯,好像差不多一百元的人 所以如果買一些大型的東西 如果有官方店可以免運費的話 所以算是值得 當然如果你送上家的話,是收20元的 這就是江湖規矩 我以為是不是那個速遞騙我還是怎樣 其實每一間的速遞 送上住宅區一定要收20元 如果你覺得20元是貴的話 你可以送去工業區或者上班的地方 多數應該是不用收錢的 你可能我說,我公司不能收貨 家裡又沒有人,那怎麼辦呢 當然啦,官方都有自提點的 你可以寄到自提點之後拿 當然啦,如果你有這麼大的東西 我是沒那麼蠢的 我就寄了回去公司 然後我在公司拿去傳 吃完東西之後,再拿回這次回來 整個過程是舉鐵 還有,接下來我還有一批貨還未到 因為比較特別的是 京東是每一件都可以直送下來的關係 我分了幾批送 說一下就說一下 其實618除了免運費之外 也有Visa卡和Master卡的優惠 那Visa卡買600元就可以減60元 相比對家來說 京東就沒有什麼補 基本上你把數用卡直接付錢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方便 好,開箱了 因為它直送香港的關係 沒有麻包袋 如果大家很喜歡用雜貨 通常會凹起你,就像看不光一樣的東西 這個就可以輕輕鬆看到一件東西 我朋友看到這個樣子 因為他本來買的藍牙喇叭是一條過的 所以沒有SUMBAR 他一看就看得到,為什麼這東西是L型的呢 就出了事了 那時候我也要看看,究竟是我自己按錯鍵 還是他送錯 應該是我按錯鍵 所以有時候幫朋友買東西 如果你又不是說打招十二分精神的話 我又真的很建議大家不要幫朋友買 有時候是很麻煩的 一條SUMBAR 一條有SUMBAR的SUMBAR 中國那邊很流行叫回音壁音響 回音壁就等於SUMBAR 大家要理解一下 不要以為是回音壁是什麼來的 那些是SUMBAR,就是大陸票法 藍牙的SUMBAR是基本的 有道比的 道比Audio 我就真的不清楚 因為買那個不是我 所以我現在變成的顏色 我是不太想知道它的SUMBAR LSB11這個型號 香港好像是沒得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安橋的東西 在大陸那邊是多選擇很多的 那香港真的不知道是沒有蓋子 什麼東西呢 是幾乎沒有的 我記得還有安橋的SUMBAR 現在好像沒有了 這個L型的設計 裡面包住了一個SUMBAR 還有一個SUMBAR 基本上現在大陸的電視用的音響組合 都是偏向這個走勢 因為始終香港地方小 或者方便 就算外國也有 方便 很緊要 因為又要後面加幾支東西 雖然說你無線也好 但你也要插電 你也要找一個電口出來 說明書 後面有一顆電 還有一顆RCA 兩個PowerCode 還有遙控器 再看看SUMBAR 剛剛也沒有說到 其實這個型號有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的SUMBAR是無線的 基本上是跟SUMBAR中間無線 大家也不要想著 SUMBAR不用電的 只是省了一條線 就跌薄了 so far都ok的 先看這個SUMBAR 像樣的 後面有一個反射式的SUMBAR 紙膜 通常大家都記得 不要塗下去 還有家裡潮濕的話 盡量抽乾一點 因為這些紙膜一濕了 聲音就不同了 下面有一個出風口 基本的 然後就把八字線拆開 之後這邊 POWCORD 連著機器 這裡沒辦法 只能用兩腳轉到三腳的Adapter 因為我聽朋友說 日本城有類似的款式 然後把整個兩腳放進去 然後把它扭緊變成三腳 我覺得應該是最方便、最合理的做法 超簡單 這樣一條東西之餘 另外後面 因為這個SUMBAR是無線的關係 後面只有電線播放電源 就只剩下RCA和光纖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若果我不要SUMBAR 我只要這個SUMBAR都可以 當然啦 放在這個SUMBAR的話 我覺得沒有那麼蠢 只要這個東西 不要SUMBAR 在喇叭的右側 現在還有一些Audio-in的孔 接著有些開關鍵 有USB插頭 這些基本的東西 近年SUMBAR都應該有的了 現在來試一試 就放回我的電視機 對一對位 其實之前我有想過 就是把螢幕拉上去的時候 加上一個架子 掛上SUMBAR 但我最後都放棄了 況且這條東西是不能拉上去的 暫時 臨時設定 SUMBAR放在地上 然後三把放在桌上 垃圾那些就算了 首先就把3A電放進去 然後先開機 另外SUMBAR那邊 因為無線的關係 所以要透過這個PAR鍵 去做一個配對 但剛才的2個測試 大致上的流程就是這樣 首先是藍牙喇叭要開了 然後進入BT Mode 再按這個鍵 它會閃的 閃完之後就會配對 配對完就會長著藍燈 簡單易明白吧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東西就算是長 跟我那張帆桌 基本上是XL一樣 但它應該是90cm長的 如果你的電視太小就放不下 試一試 現在已經進入藍牙MODE了 先找手機 基本的就是先開藍牙 找到了 直接安橋 B21 OK配對好了 之後呢 又是時候找些東西播一播 基本上播一播 給大家聽到一點就算了 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個EQ鍵 EQ鍵可以分開三個MODE 當中一就是音樂模式 二就是電影模式 三就是新聞模式 簡單一點 新聞模式就是把聲音集中在人聲音上 試一試 剛剛聽到三個模式之下的效果 其實只有EQ一音樂模式是正常的 另外EQ2就看電影 看電影我還沒試 因為電影方面 我覺得駁光纖比較穩妥 最後就是 剛才你的新聞模式 很明顯它將其他的頻率壓到一批東西 它只是突出到人聲的部分 當你早上會開著藍牙喇叭 在聽新聞的話 或者有些用的 剛剛看完電影 我們的配置就是一部PC 用一個SPDIF 按摩聲音卡 接到聲音器上去試這個度比 同時我們也試了4K碟 失敗了 不要緊 但是是108K的 試完之後 效果整體都覺得滿意 始終它有一個電影模式 由於有度比的關係 加上設定了 所以我沒有DISABLE所有模式7.1的效果 如果只聽 如果用平面去計算 它的立體感已經相當出現了 只不過有一樣東西 我要投訴的 就是本身的SWOVER SWOVER是不能調整任何大小聲 所以結果 有時候我覺得它的BASE是太重的 有時候它的打鬥位、爆炸的位 我覺得是有一點過程的感覺 如果它可以低一點 那就最好了 好了,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就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就告訴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用安琦的喇叭的話 京東可以幫到你 而且官方的扣點 是可以不需要運費的 當然,如果你是家裡的話就加20元 好,到這裡 完